淡江大橋、金門大橋、北夷之鐵 可以說是近30年來台灣最知名的選舉踢款機 等到選舉結束又會消失在民眾眼前 不過金門大橋已經在2022年通車 淡江大橋也在2016年正式開工 但是北夷之鐵的規劃內容卻是一改再改 甚至還要以高鐵延伸來改 不過這樣的升級方案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評估 當時卻是認為效益不可行 必須要採用台鐵 難不成北夷之鐵那麼多年下來都是在原地打轉 雪山山脈一直都是往來台北跟宜蘭的天然屏障 早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1908年 就已經規劃一條穿越雪山山脈的鐵路 然而因為經費上的問題 以及對於原住民的掌控力不足 所以後來遭到捨棄 改選擇經過基隆、瑞芳、芙蓉的東北角方案 然而這條鐵路走在基隆和荷谷裡 不只路線彎繞 而且還有不少的陡坡 嚴重影響行車效率 不過當時火車最遠只能達到蘇澳而已 鐵路再怎麼彎繞也只不過影響到往來 沿線的主線 沿線開始跟著進行一連串的品質提升 除了把部分彎道改善之外 當中最重要的是把單線鐵路擴建成雙線 才有辦法讓兩個方向的火車同時行駛 這個工程同時廢棄不少原本的單線隧道 像是現在改成自行車道的草嶺隧道跟三凋嶺隧道都是這樣來的 不過由於往來花蓮台東的蘇花公路、中橫公路、南橫公路、南回公路都需要蜿蜒在山區裡面 還有大量攤方落實的風險 大量的客貨運迅速地轉往唯一的聯外鐵路上 造成北回線鐵路通車不久就不敷使用 於是從1992年開始擴建 在此同時 北宜高速公路的雪山隧道也進入動工階段 台鐵隨後展開南港至礁溪間直線鐵路可行性研究 或者也可以把它簡稱為南郊直鐵 這條南郊直鐵的路線大致跟北宜高平行 同樣會經過平臨 也因此研究報告在1994年一提出來 馬上就遭到質疑坡度對火車來說可能太陡 隔壁的北宜高最陡的坡度是千分之五十一 已經高於現在機場捷運的千分之四十九了 所以南郊直鐵就像是泡沫一樣 直接走下歷史的舞台 等到1999年高鐵正式開工 在明代的要求之下 交通部指示高鐵局研究高鐵延伸宜蘭的可行性 當時評估的結果是造價需要532億元 比幾年前台鐵的438億元多出了兩成 至於從台北到宜蘭的行駛時間 台鐵方案是39分鐘 而高鐵雖然只需要26分鐘而已 但是當時比照西部高鐵的模式 規劃把車站設置在新開發的造證裡面 所以從計劃站點的壯圍新南到宜蘭還需要加上14分鐘 而且沒有延伸到花蓮台東的狀況下 乘客也不太可能選擇在宜蘭轉車 整體評估下來 效益反而沒有台鐵方案來得好 所以高鐵延伸到宜蘭的構想 也就昂花一現的消失了 到了2001年 交通部又把直鐵的計劃轉給 台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來研究 這個單位是鐵工局的前身 後來改組為現在的鐵道局 地鐵處捨棄了先前台鐵的平行北宜高的路線 改繞平溪 在雙溪桿角設置下坑口車站 到頭城接上既有的宜蘭縣鐵路 這個方案雖然距離比較長 但是最高海拔落在120公尺 低於平臨的200公尺 對火車來說 比較不會有陡坡爬不上去的問題 建設經費更是低於前面兩岸的235億元 從台北到宜蘭的時間 則是落在36分鐘 工程也同時計劃把礁溪段的鐵路東移 並且把頭城頂埔礁溪三座車站高架化 讓礁溪市區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腹地 由於經費、工程難度跟行駛時間 都有比較高的可行性 地鐵處的這個規劃案 在2005年送進環保署進行環評審查 但是當時北宜高的雪山隧道 在不斷地遇到工程意外的狀況下 才在延宕了8年之後準備通車而已 國內出現不少對於長隧道的質疑聲浪 特別是這次的規劃有18.6跟15.5公里長的隧道 比雪山隧道的12.9公里還要來得長 而且還會通過翡翠水庫的集水區 所以遭到環評否決 但是可以在提出替代方案之後重新送審 而在北宜之鐵遲遲沒有定案的同時 台鐵決定引進傾施列車 利用列車本體在彎道處 藉由控制器加強向心力的方式 抵消慣性獲得更高的過彎速度 來解決宜蘭縣鐵路東北角路段 因為急彎過多導致行駛速度過慢的問題 這批列車在2007年以太魯閣號的名稱 正式上限載客 使得台北往來宜蘭的時間 從83分鐘縮短為71分鐘 但是太魯閣號以及後續引進的普悠瑪號 只有8節車廂 少於推拉式自強號的12節車廂 再加上起初幾年禁止戰票搭乘 使得每班次減少三分之二的運量 傾斜施列車不只沒辦法 改善東北幹線的車票公布應求的狀況 提升的速度也仍然有限 於是在2009年 鐵工局重新啟動直鐵的可行性研究 2012年取得預算進行綜合規劃 重新評估了5條路線方案 方案1大致上跟2001年地鐵處的相同 方案1A跟1B都接近1994年南郊直鐵的路線 不過宜蘭端從郊溪改到了頭城 會興建3座總長32.8公里的長隧道 沿途不會增設車站 方案2則是全新的路線 完全避開翡翠水庫及水區 改繞到雙溪之後 由大溪接上宜蘭縣鐵路 並且在雙溪站旁增設新雙溪站 可以轉成舊線到東北角的車站 至於方案3更加保守 主要把喉童到雙溪以及雙溪到大溪 兩個路段以隧道結彎取直 最後在2014年 鐵工局以避開翡翠水庫及水區的方案2 作為優選方案 準備提交到環保署進行環評審查 然而在同一年年底的縣市長大選後 以往因為翡翠水庫及水區問題 經常持反對立場的台北市政府 新上任的市長柯文哲 卻反而認為繞到雙溪的方案2 建設經費跟取直線的方案1A差不多 都落在500億上下 從台北到宜蘭 行駛時間卻是從39分鐘 拉長成47分鐘 所以應該在技術可行的狀況下 選擇最短路線才對 結果對於北宜之鐵 花大錢但是低效益的質疑 排山倒海的出現 鐵工局對外表示 可以重新擬定成本比較低 但效益相近的替代方案 整個興建計劃又再次進入僵局 等到2019年林佳龍上任交通部長後 認為北宜高都已經通車10多年 對於沿線地質狀況的了解 勢必比雙溪來得高 傾向以方案1A來興建 沒想到台北市長柯文哲 反而主張過去雪山隧道開挖後 造成翡翠水庫淤積增加 如果交通部真的要以方案1A興建 那就要有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才可以 更說出 繞那個9萬18塊我可以忍受 你知道 可是你只有一天不喝水 嘛我就花花花 幾個月後交通部對外表示 如果為了避開北翠水庫集水區 而選擇方案2的話 那可以評估以高鐵延伸宜蘭的方式來取代 藉由高鐵最高時速達300公里的優點 來彌補因為繞到雙溪而造成的時間損失 2020年剛跨完年 交通部就正式對外宣布 確定以高鐵延伸宜蘭來取代過去的北翠之鐵規劃 不過雖然是承接2014年鐵工局的方案2路線進行規劃 但是高鐵不可能只蓋到大溪車站而已 鐵道局於是重新評估了A、B、C三條路線方案 其中的B跟C居然還是行進了翡翠水庫集水區 想當然最後內部評估是完全避開的A勝選 所以說為什麼20年前評估高鐵效益不佳 過了20年反而覺得高鐵比較可行呢? 最大原因大概還是來自於路線問題 最開始評估高鐵延伸宜蘭時 台鐵的版本還停留在1994年臨近北宜高的南郊直鐵 使得台鐵跟高鐵的行駛時間只差13分鐘 但是後來受到翡翠水庫集水區的影響 不斷地把北宜直鐵的路線改成北宜灣鐵 在里程增加的狀況下 台鐵跟高鐵的行駛時間差異就逐漸拉大 2014年經過雙溪的版本 47分鐘已經是接近高鐵27分鐘的兩倍了 更新經目前宜蘭縣的傾斜式列車 差異更只有20分鐘而已 造就了高鐵死灰復燃的契機 而為了提升民眾轉成的便利性 20年後的高鐵延伸宜蘭也放棄在 壯為新南設站的想法 改以設置在台鐵沿線作為規劃方向 這大概也是提升高鐵效益的做法之一 不過鐵道局一開始給出的答案 卻是跌破不少人演進的礁溪四成 也立刻引發排山倒海的抗議 連理論上應該秉持中立立場的立法院長 都跳出來反對 所以車站設置在四成、宜蘭、縣政中心或是羅東 對於高鐵以及台鐵 甚至是往來花蓮台東的民眾有什麼影響 由於篇幅比較長 讓我們留到下次的影片 30年下來 北夷之鐵的方案不斷的修改 如果再加上1908年日本人的規劃 整體來說 可是名副其實的百年建設 所以你覺得這次真的會順利開工嗎? 還是又會半路殺出陳咬金呢?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北夷之鐵居然有高達10種不同的路線規劃 以及高鐵是怎麼敗部復活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